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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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战国中后期名将九景中刺得川家康之家陈之后裔 1937年7月7日 如沟桥事变爆发 九景之刺作为步兵第四连队队长的身份入侵中国 后来多次率领新华日军对江苏 安徽 浙江等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 对新四军进行兼壁清野的作战 由于此 九景之刺在帅步扫荡中受性大发 让部下进行兼饮比赛 评出老虎 豹子和豺狼 及一 二 三等奖 并分别给予物质奖励 于是 日军官兵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成群结果的奸杀中国妇女 九景之刺所犯罪行可谓庆竹难输 一 九百四十一年 九景之刺建升为陆军中将 并被任命为第十五师团师团长 1942年5月15日 这关会战开始 九景之刺率部队从萧山出发 向渠州方向进攻 以摧毁中国东南地区 供美军使用的航空基地 5月27日晨 他率部向南西进军 5月28日凌晨 日军在进攻中 不断踏抢地雷 损失惨重 被迫停止了前进 随后九景之刺命令工兵分队搜寻行进道路上的地雷 日军工兵在遭到惨重伤亡后 向他报告地雷 已被全部清除 九景之刺听了报告 仍不放心 命令工兵小队在前面开刀 兼兵分队跟进 其后是尸团本部 最后就是他自己了 其目的是让自己的下属在前面汤雷 试探一下前面的路途是否安全 而他本人则被日军官佐门簇拥在中间 形成了保护权 如此防御 让九景之刺简直放了一百个心 以为自己如同进了保险箱一样 非常安全 所以他把尸团锁 有军医都打发到各野战包扎锁去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在经过一个三叉路口时 所有日军都安全通过了 不料 唯独九景之刺一人被炸死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前面走过的人都平安无事 唯独九景之刺经过的时候 四号甲型地雷就会突然爆炸呢 原来黄市伟在买雷时 特意弄了一颗大西瓜四号甲雷 他要在重压下才会爆炸 是专门炸车辆马匹的 普通的日军士兵 根本触发不了大西瓜爆炸所需重量 而九景之刺是骑着马走过雷区的 重量翻了好几倍 加上他运气不好 碰巧踩着了大西瓜 所以成为了队伍中唯一被炸死的人 命下属前面探围 自己躲后面 不料北独他一人被炸死 九景之刺也堪称是最微催的日本中将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